我們其實原來大概就是抓一個三千萬 那在三千萬在指裡面希望保留一部分的 空間給國產的疫苗 那當然再來如果說我們再進來 再另外再進來一部分 那其實這個彈性的空間他也是在的 所以大概就是我們大概是以三千到三千五百萬 那三千五百萬之後的大概都要很精打細算了 另外是說剛剛有提到說國產疫苗 那個達成共識準備簽約跟開口合約的業者是哪一家 不知道部長現在可不可以公開這個業者 不方便公開 好 據說現在我們有三千萬劑 甚至有人說到三千五百萬劑 是真的嗎 我們稍微來算一下 好 我們來看 這是我們小英總統 未來安民心就說我們有疫苗 大家請放心 好 莫德納 這個小英總統寫的一定是無的 五百零五萬劑 然後AZ一千萬劑 透過全球的COVID取得的是四百七十六萬劑 所以這裡大概是兩千萬劑左右 那為什麼會算出三千萬劑呢 因為來國內的國產的據說已經訂了五百萬劑 那另外五百萬劑呢就是爭議最大 大家討論最熱烈的BNT 輝瑞 所以到底有沒有這五百萬劑呢 這個是這樣 我們把那個時間還原一下 去年三月就是BNT需要投資研發的時候 那上海那個復興醫療他投資了五千萬美元 然後後來又授權金加了八千五百萬美元 所以就得到了大中華區的銷售權 那結果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我們衛福部就在六月 去年六月 就開始跟BNT接洽說 我們不要在大中華區裡面 我們可不可以單獨來跟你談 我們要跟總公司之間 對對對 那BNT就說好 我們就來研究一下 那結果研究到十月 他就因為合約已經跟你家簽了 國際商業可能會被告 有訴訟的問題 所以BNT內部就傾向於說 這個沒有辦法搞定 所以那個時候才傳出林泉 林泉的東洋就跟上海復興談 就這個一定要有一個過程 要有人來過這個橋 那當然林泉那個時候 就傳出了一個合約 不是 我們就傳出說 全部加起來是三千萬對不對 那一千萬劑起跳 那每一劑的單價是三十美元 然後最多可以買到三千萬劑 說實話 你這個事後來看 這個價格是不錯 因為現在已經起到四十五塊以上了 可是那個時候我們就覺得說 我們不要納在大中華區裡面 所以衛福部還是堅持說要等BNT 看他可不可以搞定 那要直接從BNT那邊出貨 那這一次直接搞定了嗎 沒有 我跟你說 沒有 那是阿中部長前兩天說 阿中部長所講的那個合約 事實上只有阿中部長簽名 BNT沒有簽名 那BNT 那阿中部長簽名 BNT沒有簽名的合約 阿中部長你在記久會說 他說五百萬劑的BNT疫苗 已經OK沒問題了 沒有啦 那個合約並沒有成立 這個在法律上叫做還沒有成立的合約 那他怎麼敢在記久會講 因為路透社台北分社打電話去訪問那個BNT 那BNT就做了一個回應 他用email回應 他說他intent to supply 他願意提供 可是相關的問題他還在討論中 他有discussion ongoing 他說還在討論中 所以阿中部長說了前半段 他在記久會說人家願意賣給我們了 沒問題了 有五百萬劑了 但是阿中部長沒說的後半段是 其他細節還在討論中 很有變數 這個叫做意向表達 不叫承諾 因為承諾是有法律關係的 所以BNT內部一定要確定 上海復興沒意見 那我才不會被告 所以相關的法律問題 他一定要搞定上海復興 不然他會告你 所以他只能夠這樣回答你 就說我是很願意 可是我不能說我有承諾 我是有這個意願 所以我就 就子彈要讓他飛一飛嘛 當然我們就看到國台辦就出手了嘛 好我們來看國台辦怎麼出手了 馬曉光特別放了聲明 而且措辭強硬啊 他說所謂大陸因素阻礙 BNT輝瑞疫苗 完全是無中生有信口雌謊 他說誰無中生有呢 指的當然是阿中部長 因為阿中部長之前說有外力介入 外力干預造成破局 那很多人問他是台灣自己內部的政治因素嗎 他說不是不是不是是外部 那外部還有誰呢 就是阿公嘛 來我們來看 他其實問了幾個蠻重要的問題 我也蠻想問的 他說在此情況之下 台灣有關機關 為什麼繞過上海復興集團 向德國BNT公司購買疫苗 我們為什麼要繞過代理商 而直接跟總公司買呢 我們為什麼刻意隱瞞上海復興集團 參與疫苗研發的事實 我們有什麼難言之隱呢 未能簽約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呢 我想國台報問的問題 也是民眾想知道的問題 我們為什麼要繞過總代理 是只要有中都不行嗎 有中資有港資 反正跟中國有任何連結的都不行嗎 所以我們刻意要繞過直接跟總公司 那如果是因為這樣刻意繞過跟總公司買 總公司會賣我們嗎 我跟你說 事實上國際藥品行銷 本來它就是銷售 銷售區大中華區就是一個市場的概念 其實這個主權沒有關係啦 我們不要把它政治化 我們台灣也拿過大中華區的代理權 所以我們國台報問的第一個問題是 我們是不是刻意要繞過總代理 就是這件事顯然就是如此 所以我們是用意識形態 再處理這件事囉 就是我們的衛福部認為說 你怎麼可以不經我同意 就把我納入大中華區嘛 顯然是這樣嘛 所以它才從六月 因為那個是去年三月簽了嘛 我們去年六月就開始跟BNT說 我們不要納在大中華區嘛 可是這件事情以前從未發生 你可以去問做過國際藥品行銷的 各個大公司啦 從來大中華區就沒有人在爭議 它是不是主權問題啦 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現在買疫苗為什麼刻意 針對我們是不是在大中華區 我們是不是該跟中資有 跟中資有關的上海復興買 這件事情大作文章呢 可是後來 疫苗不疫苗啊 你有發現它後來又一直改口 他說只要不是中國製造對不對 那只要它是行銷沒有關係 我們還是可以買 它又改口 所以我是覺得一開始那個六月 反正我們確實曾經刻意繞過 對 那因為這個刻意繞過 導致我們買疫苗延旦 不是不是曾經刻意繞過 到現在都還繞過 可是它現在改口啦 還是繞過啊 可是並沒有去真的跟上海復興接觸 所以第二個問題 我們有沒有刻意隱瞞 其實上海復興是這一次BNT疫苗 參與研發的主要投資者 因為陳時中後來也承認 說事實上亞洲大中華區的代理權 中港澳台 確實就是上海復興集團 他不僅只是代理 他還是投資者 我們有沒有刻意隱瞞這件事 他是投資者 那他如果是投資者 也除了授權金 他而且未來的那個銷售利潤分成 就是三十五對六十五 這個合約寫得清清楚楚 那人家是投資者 人家還可以利潤分成 你繞過他跟總公司買 人家會不抗議嗎 當然 我本來可以賺一塊都賺 那不是嗎 是嗎 我可以分到六成五耶 第三個問題是 有什麼難言之隱 難言之隱就是雙方考慮的不一樣 那個上海復興集團跟國來 跟雅各成都沒關 跟信東都沒關 那個是後面衍生的 就是要想要解決這個問題 那雅各成就自稱他是港商嘛 就是說我沒有扶上檯面 我至少不是上海復興嘛 可是事實上他的貨也是從上海復興拿的啦 那他的意思就是說這樣子可能大家都有面子啦 那我港商出來做代理 那台灣就是信東生計 那這樣的話大家都有面子 那事實上也可以拿到貨 他就想來撤這個事情 好 但是說整包 我還是想搞清楚 那我們到底跟總公司買到了沒有 當然沒有 當然沒有 總公司說他在努力中 好 所以現在有人開始傳 那如果我們沒有跟總公司買到 我們跟誰買到 這五百萬劑誰賣給我們呢 我們來聽阿中部長的說法 德國BNT透過這個路特社發表了個聲明 那我們當然是歡迎啦 那我們相信Biotech一定會排除萬難 那即時簽署合約 與台灣一起 終結疫情 德國BNT公司是就是有表示說 會賣疫苗給台灣 那因為德國也是車用晶片的需求國 這個是不是跟我方先前拋出 晶片換疫苗的倡議有關 台灣的晶片受到全世界的歡迎 這是一件好事情 那不過跟疫苗之間 這裡面是一個 個為獨立的一個事件 好 聽幾譜 我們不會跟上海復興買 我們想跟BNT買 但是照亮亮的說法 BNT也不會直接賣給我們 那我們跟誰買呢 我們這五百萬劑是誰賣給我們呢 就開始大家腦補了說 那就是德國政府賣給我們 那德國政府為什麼可以賣給我們呢 因為我們給了他車用晶片 所以拿來當作交換籌碼 沒有 我跟你說 這有兩種模式 第一個就是 BNT去說服上海復興 說我直接出貨給台灣 可是這個銷售佣金 還是算在你上海復興 可是讓他同意 上海復興要同意 你說秉住做給台灣 因為台灣不想直接跟你嘛 那由我BNT出貨 可是這個銷售利潤分成 還是分給你上海復興 對 可能一 第二就是德國政府 因為BNT就是歐洲的代理商嘛 那德國政府就直接跟BNT買嘛 買五百萬劑 然後 政府在賣給我們 或者用送的啦 用送的 可以 好慷慨 我沒有送晶片 沒有啦 因為 不是啦 因為我坦白說 人家說八 而且阿中部長說這是獨立事件 晶片換疫苗 不是啦 晶片換疫苗 晶片換疫苗這件事情 政府是不能承認的 不能承認的意思是 只能說不能說 沒有 因為這涉及 公平競爭的問題嘛 你不能浮上台面 我覺得連那講 這句話很有深意耶 晶片換疫苗這件事 我們是不能承認 政府不能承認 不能承認的意思是 我們老百姓可以談啦 因為日本沒有疫苗啊 日本車商也要遮用晶片 他就說這樣是不是公平競爭 他可以 而且今天是商業行為啦 你如果今天拿用政府的力量去 所以這種事呢 只能做不能說 對 對 對 然後二就是 政府給我們啦 買給我們嘛 可能送給我們嘛 是啦 目前看起來不像喔 不過如果用賣喔 即使是德國政府賣給台灣啦 他也要搞定上海復興啦 因為上海復興理論上都可以提告啦 好 對 這也就是說不管是 BNT總公司出貨給台灣 還是德國政府賣給台灣 都要上海復興同意 對 那上海復興就很關鍵囉 難怪阿中部長呢 會特別談到 他說確實有人在阻撓 好 而我看到媒體報導 我是沒有親耳聽到他說啦 好 據說媒體報導 他在接受廣播訪問的時候說 是 郭廣昌在阻撓 郭廣昌是誰 等我來告訴你 我們先來聽聽 趙薩康說 那你為什麼一直要繞過代理商 雞飛 什麼 偷雞摸狗這樣處理疫苗的事呢 你就應該找總代理去談 那他是上海又怎樣呢 這種就屬於偷雞摸狗你知道嗎 不循正道而做 想要走個後門去 不會成功的嘛 跟總公司談是偷雞摸狗 那我就不知道 什麼叫做正正當當嘛 長期的媒體人 這樣的一個形容用法 是稍微有一點欠精準 我為什麼一定要找代理商 就像你在買房子 你也不見得一定要找房仲嘛 對不對 你有時候跟總公司談 那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沒有問題啦 剛剛我為什麼一直結巴呢 因為我腦海中一直想到 雞飛狗跳 雞飛狗跳 因為疫苗搞得我們雞飛狗跳 但是照趙薩康的說法是 偷雞摸狗啦 不管有沒有偷雞摸狗 確實搞得我們雞飛狗跳 關鍵人物是郭廣昌嗎 那郭廣昌何許人也 郭廣昌就是過去我們稱為 上海復興的創辦人之一 他是創辦人之一 那郭廣昌他曾經是 人大跟政協委員 那個中共的人大跟政協委員 其實郭廣昌這樣講 要談一個人 馬雲 馬雲出事 郭廣昌一定很緊張 馬雲出事跟郭廣昌有關嗎 螞蟻金服不是被強行不准 就是說要發行IPO的時候 不是強行起始了嗎 好 那其實在停止之前 其實就在查背後到底是哪些人 在投資馬雲金服上市 裡面有誰 裡面有江澤民的孫子 江志成 用玉博公司嘛 賈慶林的女婿 裡面還有誰 郭廣昌 所以郭廣昌是江派人嗎 郭廣昌喔 郭廣昌你想一件事情 上海發雞的人 誰跟江澤民沒有什麼關係 說得也是你不是江派 你還能夠在上海活嗎 對啊 他那個年代在創業 你不在 你不是江派 你不是江澤民 你能活嗎 好 現在就來講 郭廣昌參加了兩個會 一個叫泰山會 一個叫江南會 泰山會裡面呢 有馬雲 還有誰 聯想的老闆 聯想電腦那個集團的老闆 然後最近不是馬雲出事 傳出泰山會要解散嘛 那泰山會2013年 是來台灣辦聯會的 郭廣昌都有來 馬雲也有來 他們都有來 好 江南會是馬雲 找了一群人辦的 那創會的會員 除了馬雲以外 郭廣昌也是 難怪關心一切 對啊 郭廣昌也是 所以馬雲出事 郭廣昌不緊張嗎 當然啊 好 再來講 那他緊不緊張 跟賣不賣我們疫苗 相不相關呢 他當然會更緊張 還有另外一件事 2015年年底 郭廣昌失聯 被抓去 失聯還是被失聯 失聯 當然是被失聯 在機場就被帶走了 查案子啊 那怎麼沒落在 沒有沒有 查誰的案子 查上 當時上海市副市長 艾寶俊跟一個 折間的一個公司的控制人 的裡面什麼案子 放空股市的案子 那艾寶俊是誰呢 艾寶俊跟江棉衡是鐵兄弟 他又涉入這個案子 可見他跟江派很好 然後又發生過一個案子 是友誼 有一個友誼集團的總經理 叫王中南 農友公款受惠 其中有一項理由是什麼 必用植物之辨 為復興集團謀利 謀失利 這個人又是誰呢 他又是跟江澤民的密友 這個總經理是江澤民的密友 好朋友 那所有事情都在一塊兒 就過了肉粽肝 對啊 然後令計畫不是倒台了嗎 那為什麼他還在那個台上呢 他怎麼沒下來呢 所以啊 因為我們大家都在判疫苗救了他 你知道嗎 因為他手上掌疫苗 現在國家需要 他的手頭上的東西啊 那如果是這種情況 肯定是 對啊 阿公叫他走東 他不會走西的啦 他跟令計畫 令計畫 令完成 一把尖刀插在他的後腦上 兄弟也都是好朋友 令計畫 令完成 也被辦了吧 我補充一件事 上海復興集團 去年12月16號公佈 說他已經拿到 一億劑的BNT疫苗 你要搞清楚一件事 中國的疫苗 59歲以上不能打 對 一定要打 江澤民要打 是要打別人的 所以你說 他有些人自己口感泡 對啊 所以我說一句實在話 你想一下 所以郭廣昌肯定 所以郭廣昌需要交代嗎 到底我們能夠買到 多少劑疫苗 獲到了才算數 阿集姐帶你來關心的真是 我們的疫苗 到底有著落了嗎 什麼時候能夠打疫苗呢 那如果中國疫苗 中國科項給我們疫苗 我們到底接受還是不接受 如果大陸提供我們疫苗的話 我們不要馬上拒絕 提醒蔡政府 能夠多一個來源 就不要放棄 所以我說不要 這個立刻就拒絕 民進黨不能 或者綠營不能碰到中國 就抓狂了 就完全變不理性了 黑貓白貓會抓老鼠就是好貓 只要他的疫苗好 為什麼不能用 中國到底有沒有 透過任何管道跟你們講 跟指揮中心說過 他要給我們疫苗 到底是今天為止 沒有沒有 說有一些人就是公開一直講 就說中國疫苗 中國疫苗 所以中國當局完全沒有 不管他們的衛生部門 或是他們的醫療單位 沒有一個這樣的資料 可以回答馬總統 就沒有如果的存在 馬英就能 好 我們看到藍綠各說各話 到底中國科興的疫苗 好不好 能不能打 他們如果送我們 不要說送我們 賣我們 我們到底該不該接受 第一個問題 他定價不是很低 你知道嗎 他不是 不是在所有的疫苗裡面 像阿查尼卡 真的是比較佛性來的 定價定的很低 科興在國際上定價 是比阿查尼卡更高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他履歷被人家批評說 你什麼資料都不公布 那我怎麼知道你安全可信 所以人家在二月份 就丟了一個在LANSAC上面的研究 他提什麼問題 他提說 他們在這個一二期裡面 找到四百二十二個 六十歲以上的人 因為所有人都跟他 六十歲以上沒數據 所以他們說 他們領導六十歲以上 所以他們有嗎 他們有老人數據 他現在有了 所以他現在講這個事情 不過你要注意看看 我修正一下 六十歲以上是長者 不是老人 那要繼續 觀眾會抗議 問題是 這個LANSAC上面 這個研究裡面 百分之二產生 嚴重不良反應 這個比一般疫苗的 嚴重不良反應 看起來是高的 這個一個大問題 他的有效性 大家都知道說 比這個很精準的 像Moderna的 或者是輝瑞疫苗 他比較低 你要報告到95 90 那他不等 六十幾到50之間 大概是這樣的效率範圍 那你的效果 比較差一點也就算了 問題你的副作用 又比別人高 73這樣 他上面的說明書73 73這樣也許要想 所以我們姑且不管 他是不是中國疫苗 到底這個疫苗好不好 最重要嗎 對嘛 所以疫苗好不好 就是防護力跟副作用 兩個來比較 對 對不對 那香港才剛剛通過說 他決定核准他 不用他公布第三期的 臨床數據 他也要採用 那香港採用的是合理的啊 因為他是他 香港怎麼可能 打臉中國呢 對 所以香港是絕對不敢 但是我們不一定要用啊 而且在台灣用有個大問題喔 你想想看喔 台灣去年守著一整年 兩千三百萬人死了七個人對不對 所以代表三百萬人年才會死一個人喔 三百萬人年才死一個人對疫苗是很高的標準耶 他要非常非常低的副作用才會有這個數據喔 所以你如果用科 等一下 我問一下 江西你的意思是說 因為打疫苗有風險嘛 是啊 那打疫苗 科興打疫苗 打科興疫苗的風險死亡率還高過 我們自己沒有打疫苗 我們就靠隔離靠口罩防護的比例啊 現在就有這個風險啊 因為他的副作用 嚴重不良反應百分之二耶 對不對 所以你要擔心的是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柯林 我們沒有煮沒有死那麼多人 煮了死又更多了 現在就是怕這個問題啊 因為他現在缺少的是 大規模的第三期臨床試驗的數據嘛 我們看不到那個數據的話 如果只看到一二期 這個百分之二的嚴重不良反應 你看了就會害怕 真的是說 你三百萬人年才死一個人的標準 你要科興疫苗做到這個標準 他到底做得到做不到 當然他可以公布第三期給我們看嘛 看他有沒有辦法在 三百萬人年之內才是死一個人嘛 不然的話你打的反正倒陪啊 你打的時候死更多人你知道嗎 你乖乖的戴口罩 勤起手還沒事 所以落到最後變成怎麼樣呢 當然全世界如果都打完疫苗之後 台灣有些人要出國就被要求要有疫苗護照 對 要疫苗護照 那時候你如果真的沒有疫苗 也許你可以考慮打這個疫苗 或者是你這個所謂的醫護人員 你說真的沒有疫苗打的時候 看起來是不至於啦 不過如果真的這樣 因為它是高風險群嘛 高風險群就要承受比較高的疫苗風險嘛 對不對 這才是合理嘛 他自己得病率就高嘛 我是覺得在疫苗之前是因為人命關天 不是逢中必反或逢中必挺 對 而是疫苗本身到底好不好 那藍一憑什麼呢 藍一拿刺弱針的報告說人家有報告 就叫我們打 對 人家有報告是第二期的 對啊 那你就叫我們打 這兩邊都在亂搞 兩岸 別人有報告 你不能說他沒報告 可是還沒有到大量第三期的試驗 那我們也是到第二期 我們國內的疫苗 也是另外一條支線對不對 然後明明只有到第二期 他又說到了第三期才可以找兩萬個來試驗 你是支持打還是支持不打科興呢 我不支持這個打老公的疫苗 可是要像江醫師那樣 談這個專業的疫苗的科學知識 而不是玩弄 而不是像部長玩弄政治 我講得夠清楚了吧 你不支持 我不支持 國民黨會把你開除黨籍 國民黨是要支持打科興疫苗的 誰說國民黨支持 是國民黨的那一批人支持好不好 國民黨哪一批人 又有派 什麼馬英九啊 什麼姓蓮的啊什麼 其他你有看到很多人支持嗎 這樣講就有道理 馬英九支持合理啊 因為他們之前不是 59歲以上不打 馬英九超過啊 所以進來打是我們在倒楣啊 因為陳時中說過進來的時候 那個一般人民打的時候 不能自行篩選打什麼啊 你危險你才45歲你要打 沒有 你少在那邊回床 對不對 沒有 叫他們先打嘛 對不對 你說 你說他這邊臨床什麼 60歲以上怎麼樣 你不要忘記 當初大陸是公佈59歲以上不打 所以習近平 西常委都不用打 包括國家副主席都不用打 你看多安全 然後你馬英九叫他進來給我打 我要打嗎 你會打嗎 你會打嗎 我不會打 對嘛 對嘛 因為我太年輕了輪不到我打